我从来没有想过,影视上面的情节,竟然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,当一个人被人操控时,他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糟糕,当一个人被人支配时,他的心情又该是如何的恐惧,我跟小唐两人是在大学相识相知相爱的,步入社会两年后,我们就踏入了婚姻殿堂,在我的记忆中。 小唐永远都是温柔如水之书打理,我开了一个建材店,生意虽然不说大红大紫,但也说得上充裕,在盈利的第二个月,我就让小唐辞去工作,在家里休息,或者有时间到店里帮帮忙都行。 我不舍得让小唐有半点累着的心思,我的生活一直都很美好,直到小唐去检查身体的那天,刚开始结婚的时候,因为收入问题,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有避孕,现在财务自由,我们自然开始备孕了。 上一个星期,我跟小唐一起去做检查回来之后,小唐就一直有些心不在焉,起初我以为,这跟婚前恐惧症是一样的道理。 毕竟,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孩子,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,都是陌生而恐怖的,可后面我却发现,这事情,跟我所想的根本就是南辕北辙,天知道那天我在衣橱里面。 我的心里是何等的震惊,看着黑色带子内的那些动静,我震惊地失去言语,那是一系列的情趣用品,成套的手铐,还有皮鞭,更甚者,我还看到娇致的假性剧,我从老婆谈恋爱开始到结婚直到现在,对于这些东西,最多也是在欢爱的时候言语提及,至于拿出来做夫妻之间的乐趣,我是想过。 不过小唐脸皮太薄,所以也就搁浅了下来,到后面,也就没有再有那种冲动,可现在,看着眼前这一堆东西,我整个人止不住开始颤抖,那是一种类似迷茫与兴奋之间的情绪。 隐约之中,还有一丝恐惧,这些东西一看就不是全新的,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用过的,不说其他, 那一颗类似淡的东西,一看就用过很多次,我不由地反省自己,难道说,自己冷落了娇妻,要知道,我跟小唐结婚,也才两年而已,说老夫老妻都过了,我们之间,还有太多太多的新鲜感没有做。 这可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些东西,如果不是为我准备的,那又是为谁准备的,在我的脑海里,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,无法遏制的疯狂呈现,小唐,出轨了。 这些欢爱用具,明显就是住情去的时候用的。 女人寂寞的时候也会用到,不说结婚第一年,除了月事之外,我天天都要跟小唐欢爱,就算是今年,我也是两三天就要拉着小唐一次,回想起来, 好像最近几个月,小唐对于欢爱的事情,似乎更有兴致,也更加放得开了。 甚至于一个星期前,小唐还让我尝试了在红唇里爆发的那种畅快感,难道是出轨了? 他做这一切,只是为了补偿我,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,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跟小唐相拥激情, 我想让他到我的身下,用红唇帮我的时候。 小唐表现得十分抗拒,不要了,好恶心的,你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 宝贝,你就帮帮我吗? 我笑着挺了挺下身,一脸恳求地看着他,如果是以前,小唐肯定会没好气地直接拒绝我, 但这一次,欲去怀迎之后,虽然他没有如同我想象的那么放开,但还是亲吻了我的下身,只是没几下就受不了,将我的下身纳入了他的身体。 激情过后,小唐趴在我的怀里沉沉睡去,我没有开灯,而是点燃香烟,一股无法言语的憋门在我心中环绕。 小唐的改变太大了,大的我都无法想象,而且,刚刚虽然他吞吐的次数不多,也有些生疏,但绝对不是第一次的模样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难道说,小唐真的背叛了我,黑暗中刺鼻的烟尾,不断地刺激着我的思维。 最后,我实在是忍不住,悄然下床,点开网络,购买了一套隐形摄像头。 我知道这样怀疑自己的女人,怀疑自己的老婆,是一件十分让人感到无耻的事情,可我的怀疑并不是凭空出现的。 除了衣橱里面藏着的那些情趣用品之外,最为明显的就是,小唐这一个多月,基本都没有跟我一起到店里。 以前隔三差五的,小唐都会跟我到店里面忙活,原本我以为是在备孕,小唐想要休息,可是现在看来,根本就不是。 当然,最重要的一点,是小唐在川上的作风越来越开放的缘故,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念头,实在是让我感到烦躁不已,大概是两天左右。 我趁着小唐出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,在家里将隐形的摄像头安装好,我倒是要看看,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这两天,我也旁敲侧击地想要用一切情趣用品,但小唐表现得十分抗拒,我心中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滋味。 唯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,我的内心十分难受,甚至于连昨天的欢爱,我都提不起精神,我们可是在备孕阶段啊,我可不想在这一段时间内,小唐的肚子里面有其他人的种子。 那样的话,我哭都没地方哭,然而,让我感到愧疚的是,接下来的几天相安无事。 我每天到建材店的第一时间,就是打开手机,看着上面的画面,看看小唐到底在家里做什么。 在家里的小唐,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,他甚至都很少玩手机,追剧,他甚至都是用投影仪看的,一切的一切。 都发生在星期五那天早上,从装监控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,期间小唐没有任何半点的出格的举动。 早上,我如同以往一般,九点来到店面,打开门做生意,在没有生意的时候,我几乎是习惯性地掏出手机,点开监控的软件,只是一眼。 我就看到小唐正在房间里面接电话,这么早,谁给他打电话了,难道是家里人? 然而,小唐接下来的举动,让我彻底地知道,这个电话,绝对不简单。 我戴着耳机,听着连传出来的小唐的声音,看着小唐的举动,一脸震撼得不知所措。 只见小唐挂断手机,然后开了房间里面的电脑,随后,竟然开始跟人聊天,小唐很少用电脑,一般来说,有平板跟手机,就已经足够他用的了。 结婚了电脑,其实也就是我有些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才会用小唐的这个举动,只会让我感到奇怪而已,毕竟现代人谁不会用电脑啊。 而他接下来的举动,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他登录了企鹅聊天软件,随后,戴上耳机,跟一个网名叫做飘云的人,开始聊天视频聊天,从我的监控器看去,那边的视频一片黑暗。 似乎对方并没有开摄像头,片刻后,镜头亮了起来,对面的镜头,一个金色钟表在摆动,那是一种类似于老旧怀表的金色钟表。 这是怎么回事,说真的,有手机在手,现在谁还会用电脑进行视频,不是多此一举吗?而且,对方还没开摄像头。 难道说,这里面有什么事情瞒着我,可这么想也不对,用电脑,就更加无法清楚聊天痕迹了。 啊,就在我感到古怪的时候,小唐不知道为什么,竟然摘下了耳机,他起身走到的橱窗旁边,然后,然后拿出了那个黑色袋子,那一瞬间,我有一种遭受雷击的感觉,我为什么会在家里装监控? 原因就是,我看到了这个黑色袋子里面的东西,可是现在,小唐竟然将这个袋子拿出来了,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? 我十分清楚,我甚至都无法说清楚,我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,之间小唐将将椅子拉开,然后将摄像头对准椅子,随后,他将黑色袋子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。 在这期间,他甚至还重新戴上了耳机,似乎是在询问网线另外一段的那个人的意见,屏幕上,钟表已经停止摆动,我听不见耳机里面的声音,但从小唐的举动上来看,我也知道对方选择了什么。 我瞪大的眼睛,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时候,有人推开店门,而我也顺手将视频关掉,送走客户之后,我一整天都有些心不在焉。 不用去看回放我队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,我也终于明白,衣橱里面所放的那些欢爱玩具具体是来做什么的。 此时此刻,我基本已经可以确定。 小唐他背叛了我,他在备孕期间,竟然背叛了我,还真是会挑选时间啊,这样子是不是连避孕套的钱都省了,简直就是毁尸灭迹啊。 我死命地控制着自己,不去看监控录像的回放,我心里还保留着一点点希望,闭上眼睛,我回想着我看到的画面,渐渐的,我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,例如小唐的表情。 他的表情很奇怪,有一些木然的感觉,又好像有一种被人强制命令的感觉,或许是他对我心生愧疚吧,可听着他一口一个主人,这个怎么样,主人这个又如何的言语? 我就感到可笑,我们谈了两三年的恋爱,结婚都两年了,可最终呢,他竟然选择了背叛,我提前了两三个钟头关店门,大概是七点左右的时候,我就到家了。 打开家门的时候,小唐正从厨房那边冒出头,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,看着我道,老公,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? 我饭都还没做好呢?你,慢慢来,我现在还不饿。 到嘴边的话,被我硬生生地吞了回去,特别是看到小唐脸上那熟悉的让人爱怜的笑容,我更是不忍心揭穿他的谎言。 我多么希望,小唐能够跟我坦白一切,能够跟我说清楚,他到底在做什么,可惜,一整个晚上下来, 小唐都没有任何解释,似乎,这一切都很正常,可是我很清楚,一切都已经改变了。 这件事情,如同一根刺,深深地卡在我喉咙中,让我难受得几乎发狂,可是我依然没有揭穿这一切,我倒是想要看看。 小唐到底在做什么,因为现在的画面,也只是看到了小唐在电脑前玩玩具,你要说他出轨了,证据不足,你要说他没有出轨,那这一切又代表着什么,可说来也奇怪。 在这件事情之后,接下来一个星期,又都是风平浪静,小唐依然除了追剧之外,就是看看小说,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怎么拿起手机过,这样的人会出轨吗? 我不敢肯定,然而,又是一个星期五到来的时候,我又在监控上看到了上个星期五的所发生的画面,这一次,我看完了全程,看着镜头前戴着耳机的胶漆,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悲哀。 虽然不知道镜头对面到底是男是女,是人是鬼,但身为一个男人,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,那当然是头顶上绿油油一片。 而现在,小唐的言语无非证明了,我被虑了,虽然之前看过很多网络小说,都说什么主人之类的,但那看过也就算了,我怎么都没有想到,竟然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,而且就发生在我身边,对象还是我的老婆,当天晚上,吃完饭之后,在我忍不住想要摊牌询问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。 小唐突然间开口了,老公,明天星期六,我们要到医院做检查了。 啊,哦,好,我突然间想起来了,备孕这段时间,我们都是十天左右过去医院做一次检查。 明天,似乎到了检查的时间了,被这么一打岔,我原本想要摊牌的心思,又被堵了回来。 隔天,我没有开店,而是在家里待着,小唐一如既往地躺在我怀里看着电视剧,时不时地还会逗弄一下我的下身,可不知道为什么,我竟然提不起什么劲头。 这个星期,我们一共也才做了两次而已,老公,你是不是累了? 这个星期你的精神都有些不对劲。 小唐主动开口了,没有的事情。 我揉了揉眉心轻声道,可能是到月底了,要进货了,所以心思有些砸。 我揉了揉眉心,最终还是将心中的疑惑压下,我准备做完检查之后,再询问其他缘由,到了医院,开始做个项检查。 结果不出意外,小唐依然没有怀孕,都已经两个月了,这两个月以来,我每一次都是在小唐的身体内释放出来,可不知道为什么,他就是不怀孕,就在我感到疑惑的时候。 我看到了那个妇科医生桌面上的那块金色的怀表,一种熟悉的感觉直冲我的脑界,是,是那块怀表。 虽然我只是看过一次这块怀表,但我打死都不会认错,这是破了小唐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的那块怀表。 这是足以让我们家庭为之破碎的怀表,麻烦你在这里等一下,我需要做一下检查。 医生抬起头,朝着笑着说了一句,随后顺手拿过怀表,走进了隔壁的小隔间,医生的笑容这一刻在我的眼中无疑就是对我最为极致的嘲讽。 那一刻,我怒气豁然上涌,如果不是还无法确定事情的真相,我现在就想一拳砸在这个砸碎的脸上,他这是在嘲笑我吗? 然而,不管是医生还是小唐,似乎都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,或许他们以为我是紧张吧,随着隔间的门关上的声音。 我豁然惊醒,我心急如焚地站在外面等待,随着时间的流失,我越来越无法承受这种莫名而来的压力,最终我敲响了隔间的门,医生,好了吗? 与此同时,医生惊叫声突然从隔间里面传来,那是小唐的声音,这一刻,我不管不顾,几乎是在确定这是小唐的声音时,我直接飞起一脚,猛地将隔间的门传开,下一刻,隔间里面的场景突兀地出现在我面前,只见小唐半躺在病床上,双手抱着胸口,一脸惊慌地看着医生。 而医生则是一脸尴尬地望向门口的我。 小唐,怎么了?我一把扒开医生,连忙俯身询问道,没,没什么,我刚刚不小心加了一下。 嗯,加了一下,我一脸狐疑,看着他,医生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, 林先生,贵夫人身体状态良好,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朱医生,轻轻地说了医生抱歉,然后带着小唐直接离开医院,一路上,小唐都心不在焉, 甚至有好几次连我在喊他的时候,他都没有听到,回到家之后,我迫不及待地问道, 小唐,在隔间的时候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没,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 小唐目光闪烁,依然用在医院搪塞我的借口来回答,我一时间无言以对,小唐,他到底在想什么? 他到底做了什么?那块怀表,又意味着什么? 晚上睡觉的时候,小唐给我倒了一杯水,说是喝水有助于体内精子活跃,如果不是今天看到那个医生桌面上的怀表,那么我估计还真就信了。 可这会儿,我对此保持怀疑的态度,接着抽烟的借口,我将水杯端出房间,重新换了一杯,进房间的时候,小唐已经窝在被窝里,在我进入被子抱着他的时候。 他还询问了一声,水喝了没,我柔声道,喝了一大半了,睡吧。 这一个晚上,我们两个人没有欢爱,小唐早早地就睡了过去,我看得出来,他似乎很是疲惫,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,我被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吵醒,习惯性地伸手一抹。 嗯,小唐呢,我的思绪在一刹那回归,悄然睁开眼睛的时候,发现房间里面有微弱的亮光。 那是显示器的蓝光。 这一次,小唐戴的是蓝牙耳机,它就这么远远地站在电脑荧幕上面,是视频的画面。 那一刻,我怒火轰然上冲,然而,在我听到小唐那小心翼翼又带着无比坚决的声音之后,我原本准备起身的动作随之一顿,再度缩在被窝里面。 我眯着眼睛,看着这一幕,我倒是要看看,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是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,做这种事情也是最后一次。 你不能再催眠我,而且要将视频还给我,我不能对不起我老公,不然,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我整个人都蒙得,视频,催眠,清醒,这三个让人感到无比新奇,又让人感到无比震撼的字眼,就这么钻入我的耳朵里。 小唐这一次,并没有如同前两次我在监控画面上看到的那般,用情趣玩具玩弄自己取悦对方,他只是穿的一身薄纱睡衣,整个身体若隐若现,随后抚摸自己的身体,发出若有若无的身影,这已经是小唐所能够做到的极限,主人,快来宠幸我,堂堂想要你。 当我耳边传来小唐那若有若无的身影声,架杂着求欢的诱惑言语时,我的脑海嗡嗡作响,我很想现在就起来质问这一切,可我没有,我很想知道,事情最后到底会发展到什么地步,没过多久,诱惑的声音停下,小唐似乎还带着一丝丝喘息声,随后,似乎是对面又有什么要求, 小唐的音调瞬间高了几个分贝,三件事,不可能,我死也不会答应,不,不行,我这样已经对不起我老公了,我不会再做其他的事情,你如果不见视频摧毁或者还给我,我会告你,你,无耻。 片刻之后,房间内响起低声的哭泣声,而电脑荧幕的视频通话,已然挂断,对方到底跟小唐说了什么,我不知道,但从小唐的回答中,不难听得出来。 对方想要让小唐做三件事情,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威胁小唐的,也不清楚小唐最后的选择到底是什么,就在我准备起床的时候,小唐已经悄然爬上床,他就这么趴在我的胸口上,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俏脸上的良意, 老公,我不干净了,我被人看光了,你如果知道了,会不会不要我了? 低声的哭泣声在我的耳边回答,老公,我不知道我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那种不知廉耻的女人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,老公,如果我死了,你一定要好好的。 老婆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我最终还是没有忍住,张开眼睛,看着近在咫尺的小唐沙哑问道,老,老公,呜呜,小唐豁然抬头,呆呆地看着我,随后,猛然放声大哭,凄厉地哭声在房间里面回答,我紧紧地搂着小唐,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,柔声安慰道,没事,没事, 老公在呢?发生什么事情了?你跟我说啊,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 老公,我不干净了,我不干净了啊。 什么不干净了?你慢慢说,是那块怀表吗? 当我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,小唐整个身体都僵硬住了,他就这么流着泪,呆呆地看着我,傻瓜,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跟老公说的吗? 你,你知道了?那杯水,我根本就没有喝。我轻声叹息道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怎么就要寻死寻活的了? 小唐一边抽气着,一边道,我,我也不是很清楚,可他,他发给给了我很多个视频。 什么视频?我脸色一沉,语气也带着一丝怒意,一些我,我的视频,老公,我发誓,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过这些事情。 我相信你,什么视频,给我看看。 小唐一边抽气着,一边拿过手机,点开相册里面,寻找了一下隐藏文件,然后递给我。 我看了一下,里面一共有八个视频,我逐个点开查看,无一例外,里面都是小唐用欢爱玩具玩弄自己身体的视频,甚至于有两个视频,小唐还带着狗链子。 那一刻,我怒火轰然上头,如果不是想要问清楚,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差点直接将手机砸烂,谁发给你的? 我压着心中的怒气问道,朱医生,小唐眼睛红肿,依然流泪不止。 随着他的述说,我也了解了一个大概,从我们开始备孕之后,第二次小唐是自己去检查身体的,那时候,店里刚好有一单生意,我走不开,而事情,也是从那一次开始的,小唐被催眠了。 至少在小唐这里,他是这么说的,手机里面的第一个视频,根本就不是跟人开视频时拍摄的,而是小唐在病房的,穿上搔手弄姿拍摄的。 随后,朱医生加了小唐的企鹅号,他将这个视频发给小唐,要求小唐跟他视频。 他说了,他不会强迫小唐做任何事情,只是要小唐盯着视频看三分钟。 诡异的是,小唐对于这些事情,根本就没有任何印象,在医院的时候,因为我的突然间敲门,惊醒了小唐,他恢复神志的时候,刚好看到朱医生在抚摸他的胸部,所以他才会发出惊叫声, 但因为有视频的威胁,所以他才没有说出真相。 而今晚,他给我喝的那杯水里面,参合了安眠药,是朱医生让他喝的,朱医生答应他。 如果他在我身边跟他视频试一次,他就不再纠缠小唐,可最终似乎是反悔了。 听完这一切后,我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,一个医生竟然做出如此禽兽的事情。 而让我放心不少的是,这八个视频里面,除了第一个视频之外,其他七个视频都是在我们的房间里面,从视频的背景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小唐,只是被人看了,他的身体并没有真正吃亏。 可我一想,不对,如果朱医生能够催眠的话,那么小唐到底有没有吃亏,他估计自己都不清楚。 就如同他不知道这些视频到底是什么时候拍下来的一样,你想怎么做? 我抬头望向小唐,轻声说道,你,你看一下最后的一张图片。 他说,这是我今天进房间签的合同。 小唐指了指手机,脸上的表情愈发的绝望。 我打开一看,图片上确实是一张合同,上面有小唐的亲笔签名。 内容上面很简单,小唐自愿认朱医生为主人,而朱医生不会强迫小唐做任何事情,一切都是基于小唐自愿的情况下之类的云云。 看完这一切,我杀人的心思都有了,主人,他马德,只是多么羞辱人的字眼,那个看起来仪表堂堂的朱医生,竟然他马德的是这样的人渣。 如果不是他发这图片给你,你也不知道自己签署了这样的合同吧? 嗯。 小唐抽气地嗡了一声,我心里突然间松了一口,小唐没有背叛我,他没有出轨,这些事情都是在他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。 然而,我的心却又猛然提了起来,那个朱医生手中有这些事情。 如果小唐不按照他说的来做,只要他将这些视频发到网络上,被熟人看到了,小唐还做不做人了。 而且除了我之外,他的手里还掌控着好几个女人,他说的,老公,我该怎么办? 小唐泪眼婆娑地看着我,一脸无助的可怜模样,让我心疼得不行,莫名其妙之下。 喊别人做主人,在别人面前赤身裸体的自我安慰,而且还被排成了视频,这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, 更何况,现在这个人渣用这样的视频威胁他,没有直接崩溃,已经算是小唐足够坚强了,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,报警,或者直接远走他乡。 我沉默了片刻之后,才缓缓开口道,这关乎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荣誉。 不容半点大意,尽管现在的社会已经十分开放,但也不至于开放到无底线,小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他就一直在我的怀里哭,哭到累了,随后才睡过去。 我一整晚都没有睡,我的心中恨不得将那个姓朱的碎尸万段,但很显然,我不可能去医院里面大吵大闹,那样的话让小唐以后还怎么做人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沉沉地睡了过去,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,老婆,我饿了,床上没有小唐的身影,我揉着眼睛走出大厅喊道,然而我走了一圈。 却没有发现小唐的人影,那一瞬间,我慌了,昨天晚上我才知道那么荒唐的事情,今天小唐就失踪了,这让我怎么能够不慌,我连忙找到手机,打开解锁屏幕的时候,是短信编辑的界面。 老公,我决定了,我不会让那个人渣逍遥法外,我答应了他做三件事情,昨天晚上是第一件,今天是第二件。 我开了共享位置,老公,如果你还爱我,就过来救我。 我眼睛瞬间红了,心中的怒火熊熊而起,该死的,我就不应该睡觉,如若不然的话,小唐也不会选择这么极端的选择。 他这是要跟那个姓朱的杂碎同归于尽啊,共享位置,对了,有共享位置,我连忙打开小唐的头像。 但却没有,没有任何聊天消息,难道说,小唐的意图被发现了。 我当然被吓得六声无阻,小唐,千万不要出事啊。 如果小唐出事了,就算将那个姓朱的杂碎千刀万剐,也无济于事啊。 咦,不对,这不是我小号吗?我看到聊天界面上另外一个号的消息,点开一看,果然是一个共享位置。 当下,我不敢再犹豫,立刻冲出家门。 当我刚到共享位置的地址时,我整个人都是蒙的。 这是郊外的一处别人,俗称富人区,在这里面住的人,非富即贵,一个小小的医生,怎么可能住得起这样的地方? 当我走到七号别墅的时候,我停下了脚步,如果共享位置没有出错的话,那么,就是这里了。 我轻轻声呼吸了一口气,掏出电话,拨通了报警号码,片刻之后,抬头看着别墅,心中的不安越来越浓郁,不管了,我要进去,我等不及警方了,我要进去。 这些年来做建材的经验,让我知道这种别墅的摄像头的大致位置,我避开摄像头,从后院翻墙而过,这些地方。 外围墙一般都不高,我原本以为,别墅里面会有保安保镖之类的,可是,并没有,或许是为了隐秘,根部引人注意,我竟然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别墅内,大厅,空无一人。 然而,但我踏上二楼的时候,当我听着走廊中那若有若无回荡的声音声时,我整个人差点没有直接炸裂,身为过来人的我,太熟悉这种声音了。 这是欢爱的声音,王八蛋,姓朱的砸碎,劳资要将你碎尸万段,我红着眼睛,靠近传出声音声的发现,却发现,这并不是小唐的声音,而且发出这种声音的。 不止一个房间,抬头完全,别墅内的二层,竟然有留个房间,声音就是从其中两个没有关延时的房间里面传出来的,透过门缝,看清楚里面的模样时,我忍不住木字欲裂,穿上。 一个女孩如同性奴一般被捆绑着,双手戴着手铐,双脚戴着脚铐,嘴里塞着嘴塞,脖子上戴着一条狗链子,就这么跪趴在穿上,而在她的身后,一个中年胖子正在死命冲刺,一想到我的小唐也会遭受这样待遇,我整个人就差点直接炸裂。 然而,就在我转身准备去下一个房间查看的时候,一个阴冷的声音在我的身后突然间响起,如果我是你的话,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好奇心。 我陡然转头,只见,在我的身后,姓朱的杂碎正笑眯眯地看着我,在她的身边,两个大汉冷冷地盯着我。 张先生,昨天才刚见过面,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。 哦,对了,我想你应该是来找你的老婆的吧。 放心,你的老婆不在这些房间内,姓朱的将我的老婆还给我。 我低沉咆哮道,你能够找到这里,应该是发现了一些痕迹,那么,你应该自我介绍一下,本人朱明是你老婆的主人,这么说,你明白了吗? 草泥马,我轰然暴动,朝着朱明冲了过去。 然而,就在我刚刚冲出,一个大汉陡然挡在我的面前,一挥拳,一拳重重地砸在我的肚子上,剧痛轰然袭来,我猛然开始呕吐,连肚子里的酸水都呕吐了出来,下手轻点,要不然可不值钱了。 抬头看去,之间朱明轻飘飘地摆了摆手,你什么意思? 不值钱,我不值钱,难道是要将我卖了? 这可是法治社会啊,朱明哪里来的胆子,对于女的,我一般都是让她自愿服从命令,对于男的,那就不好意思了,只能卖灵件了啊。 我的心中,陡然声腾起一股寒意,灵件,那岂不是贩卖人体器官? 朱明这个杂碎,不仅仅只是催眠女孩子,甚至还卖人体器官,这个活该天打雷劈的变态杂碎,杂碎,你个杂碎,你贩卖人体器官。 你这不废话吗?又不然,我哪里来的钱供养这么多人? 朱明依然无所谓地摆了摆手,脸上的笑容依旧,其实我很佩服你,知道吗?竟然敢单将匹马地跑过来,真不知道你是勇敢还是蠢,不过不管是哪一种,你的下场都已经注定了,发现了我这里的秘密,那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 然而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警笛的声音在外面响起,该死的,你竟然报警。 朱明脸色豁然大变,再也顾不上其他,急急忙忙地朝着楼下跑去,大汗一脚将我踹出去,没有理会我,同样朝着楼下逃跑,我摸了摸嘴角变得血迹,脸上露出一丝冷笑,不报警,老子赶进来嘛, 你可是会催眠的啊,十几秒钟后,楼下传来一阵巨大的哄响声,同时还有大喝声,不准动,警察。 要知道,我的电话可是一直保持着通讯的,也就是说,朱明的所有声音都被警方听去了。 别的不说,单单贩卖人体器官这一条,就足够让朱明死无葬身之地,根据警方调查,朱明在国外留学的时候,学的不仅仅止妇科,同时还是心理学专家,而且,他还会一些催眠的小手段。 只不过这种催眠,对于心理素质强硬的人,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,大多数的作用都是一些女性而朱明的职业,证明了他比较容易接近这些心理脆弱的女性, 而且,朱明还是一个人体器官走私贩子,他的卖家是国外客户,因为他的职业给他提供了太多的便利,再加上医院里面有人在利益的诱惑下跟他同流合污。 这三年来,竟然没有人发现有这么一个人面受薪的妇科医生,而他在催眠女性之后,先是用视频恐吓威胁,后则是用金钱利诱,让那些女性下海,供那些有钱人取乐,就算你最开始不愿意, 但在催眠之后,在被人强迫之后拍下视频,大多数人也会选择妥协,毕竟,朱明给的太多了。 当然,也有不妥协的,而为了没有必要的麻烦,朱明想来都不会强迫对方,可对方一般来说,再离开医院半年左右,就会失踪,至于是如何失踪的,又去哪里了,从他贩卖的人体器官中就可以看出来。 我跟小唐当天晚上在警局做完比供之后就回家了,这件事情,证据确凿,朱明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,说起来,也是朱明倒霉, 在小唐进入别墅的时候,他的手机就被没收了,可是他却没有发现小唐的包包隔层里面。